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橘胳糖浆以及日本的陈药 都含有可代因的成分 很多人服用的时候并不知道 这吃多了可能会上瘾 甚至让人产生患醋 也因此在2017年 台湾有一项新的规定 就是12岁以下的儿童 是不能服用还有可代因成分的药品 不过在奈及利亚 却有不肖分子利用可代因 来控制未成年少女 迫使他们提供性服务 甚至还有不少青少年 是直接把糖浆当成饮料喝 长期服用的下场 就是出现了暴力行为 也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年轻人聚集街头 抢喝碳酸饮料 越喝越嗨 原来里头有文章 随容之意不再可乐 主角原来是这一瓶瓶感冒糖浆 不分男女有的餐入饮料喝 有的直接原汁原味 就往嘴里灌 没有咳嗽 喉咙痛 却是人手一罐感冒糖浆 奈及利亚年轻人的另类时尚 除了很酷之外 让他们飘飘欲鲜的 就是感冒糖浆里的可代因成分 可代因和海洛因 来自同个化学家族 是非常有效的止痛剂 2017年起 台湾禁止12岁以下儿童使用 但在台湾大受欢迎的 日本感冒成药 不少都具有可代因成分 因为大量服用后 会让人兴奋产生幻觉 甚至导致神智不轻 在奈及利亚成了 残害年轻人健康的致命毒品 他们不是从海之下 他们是製造的地方 他们是从一地方到另一地方 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吗 羊毛糖浆不是一般饮料 想购买得先处事 医师提供的处方签 但偏偏成瘾的民众实在太多 不孝商人眼见有利可图 私下违法贩卖 只要有钱 想买多少有多少 我说要是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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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们是买了 我们是买了 贩卖 然后买了 所有层 无论是水平 育和富裕 教育和不明智 一个维兴和 被查骑到的感冒糖浆 不论地下工厂或是大街上公开贩卖 根据统计在奈吉利亚 一天就有超过三百万瓶的 可带因感冒糖浆被喝下肚 而且绝大部分都不是为了治疗感冒 卫生部和气毒局选在深夜联手出击 进入奈吉利亚最大城拉格斯市中心的旅馆 果然查获年轻男女在里头大开可带因烘扒 狂欢客身上还有房内天花板 通通被搜出违法取得的可带因糖浆 现场逮捕超过二十人 其中最恶劣的被发现 嫌犯以糖浆控制未成年少女 迫使长期提供性服务 这是前线对温热扬 这是我们严重的 这就是我们严重的 这就是不认为财为色 贪婪人性碰上可带因 让奈吉利亚社会各个角落 都沦陷成了犯罪温床 迫使当局不得不硬子来 在2018年正式禁止生产及进口 含可带因的感冒糖浆 他试图把我脖子剥掉 但我太幸运了 只有我脖子能够取得 查骑人员全身满是伤痕 加上一旁的武器 都是生命曾遭威胁的 坦痛证据 药房 医院 甚至得要加装蛇龙 铁制栏杆 防堵暴力攻击 成千上万公顿的可带因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公开焚毁 宣示政府的茶器决心 无奈这些毒害却总是春风吹又声 阶段中心内 毒癮严重的男子脚上靠着脚疗 被练在树旁 避免伤害自己或破坏环境 然而这样的惨况只是冰山一角 奈及利亚的可带因 毒害杯歌 还在各个角落 持续上演